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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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市 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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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要去 市长谢国良表示 之前因为积极救灾 一心只想要快速地进行灾后复原 因此把握最后这两天进行催票 呼吁市民朋友一定要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让基隆的市政回归正常 不要让罢免影响基隆的良善风气 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 这一战对整个台湾的民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是一个爱与恨 这是一个善良对恶霸的选战 等于是一个完全以恨做出发点 用恶霸恶劣罢免 恶职罢免的方式 想要针对一个守护基隆 为基隆打拼的好市长 来针对这样的方式来罢免 如果台湾可以有这样的方式 那是会造成整个台湾民主 严重的伤害跟倒退 所以我也呼吁各政党的领袖 包括民进党的赖清德总统 赖清德主席 大家要和不要斗 朝野要和 朝野要合作 就从基隆我们团结守护基隆 我们共同反恶霸 共同的让基隆能够安定 和谐团结进步的基隆 一旦要出来报团 大家正常来收到基隆 来支持我们的基隆 支持我们的市长 来把不同意罢免票 不要让这些永恒 来支持基隆 支持我们的基隆 支持我们的市长 支持我们的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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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很感谢党中央 这一路以来 对我们基隆市的关怀 跟投入 从一开始的我们俗称的冷战 到二阶过后 党中央全力的 跟各县市一起协防联盟 支持我们基隆市 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大的温暖 但重点是我们是正确的一方 昨天马总统也都说了 他也细数前市府被判刑的官员 不止两三个被起诉的企业 就是东岸商场企业 所以现在的基隆市府 及谢伯良市政团队 是站在正确的一方 是站在法律的一方 我们也相信很多未来的清白 我们未来都会看到更多的相关的裁定 跟裁决 但是并不是能够在礼拜天的投票 能够显现出来 来得及把这样子的结果来出现 所以我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 继续支持我们正确跟正义的一方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好 做好我们的工作 这一场选举不只关心到基隆 基隆市民手中最宝贵的这一票 不只是历史以来的第一次的罢名投票 更是会掌握及改变台湾未来政治局势跟趋势 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力 所以我特别再次的谢谢党中央一路以来的支持 那最后一天半我请来我们的大家长朱立远主席 来陪我们车赏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前一阵子真的是忙于救灾 但是很快的也把这个灾情来恢复正常 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两天的时间 要把握时间 尽量的把我们不同一票全会要吹出来 谢谢大家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